世界卫生大会22日即将在院内瓦召开 根据路透社报道 在16日世卫举行的线上媒体简报中 法律顾问索罗门证实 已经有13个成员国提出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WHA的议案 对此外交部表达诚挚感谢 友邦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以及世界卫生大会所给予我们坚定的支持 外交部我们表达诚挚的感谢 欧江安证实 这13个成员国皆为中华民国台湾友邦 而该提案是否纳入议程 根据WHA议事规则 总务委员会会在5月22日开议当天傍晚 进行闭门讨论 并且会在第二天23月的全会 决定是否排入议程 另外媒体也关注中共是否会出席WHA 世卫大会会晤处长阿姆斯壮表示 目前还无法确定 COVID-19疫情源头调查报告也没有被遗忘 已经在最后阶段 完成后将向会员国报告 新唐亚太电视王冠林 唐吉安总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二千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